美女正在表演换装游戏 各种风味独特服装层出不穷 身为模特她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然而大强却没有丝毫兴趣 阿玉见此有些怀疑人生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离开了 为了试探自己的魅力 她转身找到了自己的追求者 没想到魅力直直接拉满 另一边小美去参加闺蜜的婚礼 却遇到了老熟人阿明 阿明的未婚妻却对她敌意满满 就在小美无比尴尬的时候 大强再一次挡在了她的身前 她故意说了阿明读书时 曾经脚踏多条船的事 面对阿明充满怒气的警告 大强不怕死地继续火上浇油 随后就带着小美离开了 留下阿明独自面对未婚妻的疾风咒语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解围 两人的关系急速升温 眼看两人就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服务生的到来将浪漫的气氛终止 晚上回家后大强紧张地睡不着 她想了很多种告白方法 然而第二天晚上两人吃饭时 阿玉和追求者也来的这家餐厅 她不怀好意地和大强坐了一桌 自尊心受辱的大强再也坐不下去了 小美一看赶紧追了出去 小心地安慰大强 可正在气头上的大强并不领情 她说当初之所以没有碰她 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她 而是自己有心无力 这话打破了小美心中 对爱情全部的美好幻想 一连几天她都以泪洗面 而冷静下来的大强也后悔了 于是她敲响了小美家的房门 但小美并不想见她 随后她找了个喇叭 站在楼下对小美承认错误 随后还进行了浪漫的表白 楼上的小美非常感动 解开了误会的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造的日子 影片也到此结束